3月19日,卢静山在微博分享两张图片并发文,向大家报个平安,马来西亚因为疫情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举措,因此剧组的拍摄也暂时暂停,我们也按照要求开始居家隔离一起抗议,现在的时刻还很关键,大家都保护好自己,为这个世界祈祷,祝福大家都可以健康。 照片中,卢静山全服武装,戴着口罩与护目镜,他身穿粉色羽衣,手带手套对镜比叶,给大家报平安。网友分分评论道,照顾好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,一起抗议。 前不久,卢静山还曾晒出在剧组的生活,并和冰王姐妹、曲晶晶,蒋露霞一起参与了撑住挑战,与此同时还用心复文写道,在剧组的日子,我们新西祖国也每天坚持锻炼,以健康的状态积极抗议, 不管什么时候希望大家也都能保持健康的体魄,积极锻炼,保持乐观,言辞之中有露出满满的正能量。